国语有生善书 五庙明正堂善书 剖析无极正道玄妙经 主著先佛为九天玄女 九天玄女将 圣士剖析正心与诚意 正心与诚意 元灵将生世间 受限在空间与时间之中 即世界有限修持无限 所以大学提到格物置之 就是穷究世间的道理 当为学日益 虽然未到日损 但是损之又损 以至于无为 因而人性经历磨练和学习 更能体会人外有人的道理 心性就会学着谦逊有理 因而大学在提到格物制之后 就是一成与心正了 一成与心正 对世间又有什么注意呢 大学又提到佳琪 国制天下平就是结果 然则 对佳琪而言 是人均无法贯彻 成与正心 所以本末倒置的后果 影响到天下不平了 比如 成与正心显就在家庭里 即是一团和气 喜热融融 但是家长们因为心性失修 实时破口大骂子女 一时虽然震慑于威严 但子女也因为如此身教 在外与人相处 则以威吓手段取得地位 恶性循环下 世界如何太平 家人相处 大多可以袒露诚意 正心却是缺乏的 长时间相处 倘若失去正心的话 连家人也会大起干戈 以家而言 正心即是孝顺 以三代同堂的家庭而论 为祖辈者不受到父辈敬重 子女辈有样学样 彼此仅是共生于一家 无以正心相处 当略有相其意见时 即会造成亲情破裂的窘境 修心与恋性 就是期待世人内外兼修 正心与诚意即是其中一环 只要人人从自心做起 得不孤 必有灵 一定可以感染家人其心向道 而修心恋性之道 其实也不是什么深奥妙礼 自古而今 诸多圣贤乃至鸾堂产教义礼 都是一种修养的学问 世人受限在时间 空间里 就需去穷究这些意理 见次第则能圆满圆灵 一 本频道有课送无极正道玄妙经 无极皇母唤醒天经之影片 望大家常念诵 落实道在生活 二 这两部经典都是无极正道愿必修课程 也是人间成道的宝典 望大家可以落实 三 老母娘赐下无极正道愿与五妙明正堂 此灵修愿正道者准与永托轮回 已回无极礼天 望大家把握替自己与家人祖先抄把与生前助极 哟正道者是可以永托轮回哟 小编整理末法书 一一贯天道求道者 天堂挂号 地府抽丁 求道人的祖先可从地狱离开去藏藏古佛处修行 求道后前程修道者可以回天考验而正果 若没通过者可至少到寄宫活佛净土修行 但若在人间都无修道的人仍杀生造恶者 死后仍归地府地狱管理 求道后有一位护法神庇佑 亲口后则有两位 入轮道五妙明正堂 拱恒堂 虚元堂也相同类似树立 二 消业障解因果 除了一贯天道本身有怨颤般之外 还有一次拱恒堂与五妙明正堂之树立 拱恒堂之法会荣誉总功德主准与萧七世因果公案 或者消除业障护法功德主准消除一件冤亲因果 并延寿一百二十天 拱恒堂圣书县世报律立 五妙明正堂圣书效劳 注印千本可消解已是因果公案之树立 三 积累功德 除了三不识与真诚来做无违法行善之外 注印拱恒堂圣书末节收缘上礼天 一本刺激武功 注印南平山游记累至二十德 准于转为因德 注印生灵的悲戚功德同等放生功德计算 四 超拔与生前筑籍灵修院 这是给我们自己提升于拯救祖先或亡灵的机会 救人一命圣造七级浮屠 死后让自己进修之重要方法 五妙明正堂 无极老母从无极天降下的灵修院 无极正道院 正道者可永托轮回 一赤拱恒堂 由浩天观黄赐下之浩天子寿灵修院 可证弥勒净土内院 超越生死 不管是什么信仰皆可以生前筑籍或超拔 信仰一贯天道者 有修者会进入天界的九九子阳关考验 考验通过可证果 考验不过则打回地府地狱审判 若此时您有生前筑籍灵修院 便是给予自己另一个机会免于打回地府地狱 有各地方再度修行 又可以免受轮回痛苦 望大家把握机会 皆望大家都可证果回天 五 发愿往生弥勒净土 一贯天道者容易往生弥勒净土 前提要记得跟上天发愿 愿意往生弥勒净土 并且要功德回向往生净土 若您不是一贯天道者 单纯是佛教或无信仰者 建议您可以向一赤拱横堂询问 他们可以免费筑籍往生弥勒净土 筑籍后每天定要念至少十声 拿摩弥勒净佛后回向愿往生净土 感谢观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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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茜